我现在在秀英区的秋海大道 就在区政府的斜对面 旁出来就是秋海大道 我想问一下海南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秋海大道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吗 知道秋海大道是为了纪念哪两个人 取的这个名字吗 知道的把你们的答案打在评论区 哇 这边的好多电动车 这里好热闹 节日的气氛很浓厚 你拿着这个干嘛 那个是有鞋的 是吧 来 转过来我看看鞋的啥 大吉大利 哇塞 这么好啊 现在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瑞牧 虽然海瑞牧是在龙华区啊 不是在秀英区 但是呢它离那个秋郡牧非常的近 大概也就一两公里 所以呢我们在游览完秋郡牧以后呢 就顺便过来这个海瑞牧来游览一番 走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海瑞一生清贫 对自己 对家人 对身边的下属 上级都极其的苛刻 用非常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别人 对抗着人性丑恶的那一面 他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就是为了攀登道德的最高峰 到达那座毫无瑕疵的山顶 最终他也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 甚至连他的政敌都对他没有办法 在道德上抓不到他的把柄 无法攻击 遇到这样的人只能来一句 这个真没办法喷 换一个 鸵背 龟 你捏一下 鸵背 龟 原来那个乌龟是背的 是用来背 用来背背的 背背龟 这个叫 这个在秋军博物馆里的那个乌龟 本来秋军成立环 背目 龟 你这个是小脑发育不好的三头六臂 看到这个你想到了什么 日照香炉生子烟 对啊 这个是香炉嘛 看一下我们这个清关 埋葬于此 海瑞木是在文革的期间是被损毁过 后来又重修的 只有这个墓碑是保留了下来 从万历十七年也就是1589年一直留存到现在的一个墓碑 上面有资善大夫 南京都茶院 幼都御史 赠太子少保 义中介海公之墓 哇 这个称号好长啊 跟刚刚我们去的秋军墓比起来呢 海瑞木显得更气派 而且在通往墓碑的这条道上面两边守护的除了石像的动物之外 还有两座石人在此守护 海瑞一生清廉 据说死的时候连口好的棺材都没有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去世几百年之后 他的墓地修得如此之气派 甚至比秋军的墓还气派 这里是海公泉 为了纪念海瑞 专门修了一口井 命名为海公泉 这里还有一个不锈钢做的井盖 是为了防止人从这里边爬出来修建的 看一下 里边没有泉了 没有水了 已经干了 好 我们继续往里边走 里边就是海公泉了 青似江水 志同中山 海瑞的字写的是真的好啊 海公泉的后面是一个公园呢 纪念园 好漂亮的纪念园 这边就是海口市海瑞学校 这里的很多建筑都是以清风来命名 清风阁 清风门 清风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清风 哎 这个怎么叫阳连轩呢 我还以为这个叫清风轩 这里就是海瑞的实相 海瑞做到了道德上的纯洁也让他这一生失去了很多很多 失去了享受 清平了一生 母亲过寿吃二两肉都能被当做话题谈上几天 失去了家庭生活 曾经修掉两位夫人死了一位小妾 没有儿子 甚至还有传言说他逼死了自己五岁的女儿 他同时也失去了施展报复的机会 没有人敢用他 那些道德上不如他的人 害怕他这样干净的人 海瑞是如此的黑白分明 在他生活的时代不被体制接纳 虽然官做的不大 也没有干出特别的丰功伟绩 但是却把名字深深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这样的人生究竟是值还是不值呢 另外我还想问他的是 你这一生快乐过吗 如何度过这短暂的一生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想一想 为了纪念海瑞 我身后的这条街道就叫做海瑞大街 海瑞精神在这里无处不在 游玩海瑞木 我们在一片节日的祥和气氛中 现在准备离开海口秀英区 前往下一站 城脉县 走 出发了 上高速准备现在上高速 G98高速前往城脉 去年轻人都没打破了